哇 有点紧张很不错 很不错 经营了这家店有15年了 你就算买一个辣妈咖啡机同样型号的 美国的价格比较中国贵30% 那个时候的菜单和现在的菜单 我估计改变的可能连10%都不过 我就觉得国内的咖啡发展得特别不快 特别卷 因为我尝试去培训美国的咖啡师 坐手中培训不了 因为他们还没学会就离职了 还要知道 在上海成千上万家的咖啡馆中 超过10年的店 可能不超过三位数 我现在在这家店呢 他在上海开了15年了 那为什么我来这家店呢 是因为这是我来到上海第一年工作的地方 那今天来我曾经工作过的这家店 跟我的前老板聊聊天 聊一聊这家店的经营状况 哈喽 哈喽 你好 我今天专门把安本带来 你还记得安本吗 然后他现在跟着几个人到City Walk 去见见大城市 还有人回来 里边的这些桌号也都没怎么变 你还记得这个小车吗 从来没变过 有多少小孩都是在这玩大的 你知道吗 现在很多小孩到国外读书去了 小时候在这玩过了 现在回来暑假 哇看到这个都好惊奇 还记得这些小时候在这玩的 对 你刚才走完这些照片 很多分子你都认识 他你肯定认识吧 对我认识 我都认识 这个画是他画的 对啊 好眼熟 做杯咖啡 这是作为一个店主最基本的素质 对吧 作为咖啡店老板 有没有必要会做咖啡 当然 我还是习惯要用鱼叶ú 我还是习惯要用鱼叶ú 拌腥 和鱼叶 为咖啡店老板 有点紧张 很不错的 闪闪发光的 很多时候你要是不会做的话 咖啡这种行为是看不出来它好还是不好 而且你自己都不会做 你怎么去交卡便室 凭空啊 这是Layla 跟这个店的工作经历 和在其他店就不太一样 比如说 就怎么不一样 比如说前段时间 Manager的那些事情 我觉得这些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在我们店 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 我们店的客人 普遍个人的素质都是比较高的 然后他们每个人进来对我们都特别有礼貌 搞得我们自己没有礼貌都不好意思 确实这个我是有感触 他都给小妹的 确实不给 现在老爸都学会了 他们都给了 有点什么事都不停地感谢你 然后你点个参道性了几回 所以就很难形成这种风度 就算有一两个比较不客气的客人 多要求的客人 但是你有那么多大基数的给你正能量的客人 包裹着最大的不一样 应该还是这个人文环境的不一样 来这个店 我自己以前是在公司上班的 我不是做咖啡师的 我一新年来了以后 那也很久了 七八年了 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客人根本就不认识我 就觉得他是老板 然后就认识他 这挺好的 然后你知道最可笑的是 以前Amber小时候我妈妈的店 现在我问 Amber这是Arnold的店 Hello 大家好 然后这个是乡村咖啡馆的Christophe 经营了这家店有15年了 所以说今天就想聊一聊 经营了15年的咖啡店 哇 一定是有非常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开店经验也好 或者自己的一些故事 对吧 你们豆子现在还是以前的那个拼配吗 我们还是那个风味趋向 但是可能豆子可能有时候会换 因为有时候豆子没有 还是那个定位 就是平衡感 甜感比较出现 我觉得现在的美食比以前 烘的稍微浅一点 然后更甜 哦真的 对 刚才我不是吃了点东西吗 我看这个菜单的时候 真的 在我在工作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菜单和现在的菜单 我估计改变的可能连10%都不过 对 咖啡菜单就多了一个dirty 对 还多了一个糖浆 就是那个honey lavender 按照美国的那个 我在美国那个店里 这个是最受欢迎的 蜂蜜薰衣草这个是吧 对对对 哦就是说咖啡就多了这两个 对 其余的真的是没变 对 变得很少 就是每年都会有一点新产品 但是每次都变得很少很少 嗯 然后你看这个茶是没有变的 对 嗯 然后吃的果汁没变 果汁完全没变 对 然后冰沙也没变 对 吃的这些 我看了一下 土司多了一些 这个是增加的 嗯 加了一个土司 还有这个健身餐是增加的 嗯 然后健身餐 去年我回来增加了一个 这个墨西哥馅饼 墨西哥馅饼对吧 嗯 嗯 这都是你在外面吃的好吃 然后更新出来 对 然后这边的几乎是没变的 对 盘定里没变 沙拉没变 你在的时候就有黎麦沙拉了吧 哦 我在时候没有 这个是现在最受欢迎的产品 黎麦沙拉 哦 黎麦不是非常健康吗 对对对对 而且味道也好 嗯 这里面还有很多坚果呀 什么 嗯 鸡肉 然后卷没变 对 汤没变也是两个汤 所以真的 我真的觉得我们变成 黑根蘑菇 嗯 能做成这样太不容易了 我们真的产品更新是比较慢的 这个酸奶你在说有吗 没有 哦 这个酸奶也特别受欢迎 嗯 我们自己做的酸奶 酸奶杯 水果啊这个 上面增加这么多 然后我觉得价格好像也没怎么变啊 我印象中那个时候的 卡普奇诺和拿铁 好像是28还是30 我忘记了 好像一直都这个价格 对 哈哈 古董店 嗯 哈哈 但是你们成本肯定是增加的 对 因为那个时候的房租人工 和这个时候的房租人工 完全不一样 什么原料都涨了 我记得很记住 那个时候我去红桥机场 红桥火车站周边的时候 然后呢 我就是就听到别人说 这个周边的房价 2万多块钱呢 我当时我一天 我靠2万多块钱的房价 疯了吧 嗯 但现在回头再想一想 5 6万 7 8万的 对 我们这个乡村咖啡馆 是09年开的 今年刚好是我们15周年庆 然后我也刚好回到了上海 真的一说起这个历史和故事 我真的是思绪万千 有很多事情都在脑海中浮现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们店今年15年 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很多东西都是历历在目的 就像昨天发生的 嗯 但是这15年 你回顾过去到现在 真的所有的人和事都变化好快 我的感觉 你们氛围是没有变的 对吧 嗯 整个大环境 或者大的市场变了 但是我每次进入到这个店里边 我都感觉像是我最开始 第一次来到这个店的那种氛围 就像是跨越时空的一样 有种感觉 对啊 对 其实你这样说 我很开心的 因为我们店的这个整体风格 我们的经营方针是美的 我们还是一家社区店 对待客人像朋友一样 嗯 但是实际上 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就是随着这么多年 中国人喝咖啡的越来越多 我们中国客人的比例在上升 嗯 因为我们刚开店的时候 我们95%都是其他国家的开店 哦哦 现在就不一样了 现在中国人喝咖啡喝的很多 嗯 他们也接受这种西餐的减餐 嗯 所以我们的中国人的比例在上升 虽然是社区店 但是是这个外国人在华社区 现在真正的是深入本地社区 因为有本地的客人 就住在这周围 嗯 从路到我们店里来 而是中国人来 所以我觉得还能有 今天特别巧 你看我们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墙上所有的装饰画 嗯 都是我们本地社区的一些 艺术家们的画 然后我们让他们免费挂在这里 我记得以前就有啊 对啊 你知道今天这些画是谁画的吗 你看一下 就是他画的 哦 是吗 哎呀 确实是好巧啊 对啊 对啊 好巧 他刚好在 你看这个狗狗 那里还有一张这个狗狗的画像 是妈妈画的 哦 还真的是 对啊 然后这个周围国际学校 学生的一些作品 也经常会在我们店展出 嗯 他们的画挂在这儿 自己过来喝喝 请朋友来看看 嗯 我们大家都认识他 然后就真的一个社区的氛围非常好 我以前其实 是这些外国人把我们叫做社区店 觉得我们社区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现在美国生活之后 对社区的这个理解和概念更深入了 更深入了 对吧 真的觉得我们真的是非常深入社区的一个 嗯 除去那些你在商场开咖啡店的 你在非商场或者是非核心路段开的这些店 最后都是会回归到这个社区属性的 对 你需要去跟周边的客人去建立联系 是的 我们店之所以在这里开了15年 你看刚才的菜单 我们开都没有太更新对吧 但是还是挺受当地客人欢迎的 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社区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咖啡店了 它相当于一个社区的小客厅了 大家都到这里来见朋友啊 放松休闲啊聊天啊 这就成了一个社区人们生活 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我们是他们的一部分 他们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就非常融入这个社区了 我其实不是特别清楚 为什么你当时就是想去选择 就是上海和美国两个地方来跑 为什么就是有这种生活状态 那是因为那个 我先生他是美国人 他本来是在上海工作 我们在上海认识的 后来他这个上海的工作结束了 他必须得回到美国去工作 那个我们就是为了家庭团聚嘛 正好我就搬到美国去了 其实我当时就还有一个私心 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兴趣和爱好 就是去拜访一些咖啡原产国嘛 然后因为你去中南美洲 很多时候都要在美国转机 对对对 是的 因为我觉得我生活在美国 去那些地方就很容易 也亚迈加呀 哥斯达雷加呀 巴拿马呀 也都是我搬到美国之后 我搬到美国之后就知道 嗯 印象比较新来的那些 巴拿马 哦 巴拿马 就是巴拿马被称为 就是咖啡庄园最卷的 对 而且我觉得巴拿马的那个 咖啡它首先它很好喝 它自然条件也很好 因为火山 海拔又高 而且巴拿马的咖啡庄园主都是 很多都是很有知识的 对 不是农民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在这个经营咖啡上面 他们的理念就比较先进 各种这个什么 计算机博士的 印象家的 我说 我说这些人都跑去种咖啡去了 对对 你也可以去种咖啡呀 我觉得 就我很想种咖啡呀 我现在在我家的后院 种了好多咖啡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北加州真的不是很适合 南加州还可以 啊 现在南加州已经是一个 新的咖啡原产地了 是吗 爱着墨西哥那个地方 就南加也不算特别爱着墨西哥 但比我们那里气候要好 那里一个农场主 他本来在Santa Barbara 是种牛油果的 嗯 后来他就开始种咖啡 他的种子 桂夏种子都是巴拿门来的 嗯 然后他跟那个 你知道UC Davis 他现在搞了好多咖啡的那个研究嘛 嗯 他就跟那里合作 他们就交谈 他现在种的还蛮好 他的海拔够高嘛 海拔不够高 但气候好 因为桂夏 没有两千米 种不了的 如果要是铁皮卡 什么之类 可能这个八百左右 也还可以 他因为有提前有种植技术 但他的桂夏还是有一点 有桂夏味的 但价格特别贵 嗯 因为加州什么都贵啊 对 人工也贵 是啊 我还去过他的中原子 然后我就从他那买了五颗桂夏树 嗯 桂夏太难养了 桂夏树就是既不能冷又不能饿 既不能缺水又不能多水 你都养过啊 我五颗现在养活了两次 我之前也养过一颗死了 对 哈哈哈 加州一年两季嘛 雨季和旱季 雨季一来冬天就来了 就下了一场雨就死了两棵桂夏树 哈哈哈 还没到那么冷的时候 然后今年四月份 四月份还是春天的太阳 我把我在屋里的桂夏树 搬到外面去晒太阳 嗯 就把叶子都晒黄了 就晒了两个小时 四月份的太阳 桂夏太难养了 难怪他桂 哈哈哈 而且他一棵树 单树的产量也低 嗯 所以真的 桂夏树也是有道理 然后觉得国内的咖啡市场 真是发展太阳 这个是我最大的感受 因为我做个咖啡从业之后 我很难就是 跳开自己的工作范围去 对 去体会嘛 到哪都会去思考 我就觉得国内的咖啡 发展的特别大 特别卷 然后各行各业的人 都融入这个行业 带来了自己行业的背景 让这个咖啡馆的呈现 显得特别多元化 嗯 特别新鲜 我都有点焦虑感 就觉得 我们店开了十五年了 嗯 新产品的这个上新的速度啊 还有这个店里的这个装修 也不能大改 就觉得好像 就是有点焦虑 就觉得好像 我们到底凭什么 再去走下一个十五年 嗯 这个市场不得不催着 你要去进步 要去突破自己 嗯 要跳出这个舒适圈 因为这两天 我们要知道思考 我们还能做哪些东西 当时我们的餐 还是处于领先地位 现在的话 其实我也看到 国内的普遍咖啡店 也有看 而且他们的餐 也做得越来越好 这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挑战 还有一个 非常实际的一个感受 就是当时我们在这开店的时候 我们这里只有一家星巴克 现在有两家星巴克走路不超过十分钟 还有C索 还有M-SAN 还有85C 反正就是所有的连锁店都开到我们周围 然后都是步行几分钟的程度 我们店能有现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成绩 其实可能是有点惊奇 一家店分流一点 那可能就是嫁起来也蛮多 对 现在有人点手冲吧 有人点啊 手冲的比例能够多少 我们 现在有很多咖啡店把手冲都砍掉了 真的啊 真的不卖手冲的 哦真的 我们还可以 今天我喝了一杯莱拉冲的云南 真的好好喝呀 我都没喝出来是云南的 我们今天都喝了三杯四杯 因为现在咖啡豆的种类也很多嘛 我们也没有追求一个全 我们追求的是精 就是我们选的豆都是我们自己喜欢的 今年我们选的也是紫妮亚的日晒 也比较特别 然后喝上去很甜很甜美很好喝 我们还选了今年这个水喜艾赛的这个TOSD 也是非常好有水蜜桃味 我本人特别喜欢豆子 所以我喜欢这个 我们都是挑选一些比较特色的 都是咖啡制作 咖啡制在很忙的时候要冲杯手冲 其实还是挺那个 对挺有挑战性的 但好像我们的厨房跟搭台是分开的 然后那个咖啡师总之 也能调出一点时间来冲手冲 美国的手冲很少 对啊 没手冲 就是机器冲 因为我尝试去培训美国的咖啡师做手冲 培训不了啊 因为他们还没学会就离职了 还有做好手冲不容易的 因为豆子每天都有变化了 你手冲要去调整要观察对吧 而且你要了解豆子的特性 这杯是这个是水洗的 这个是日晒的 这个是密处理的 这特殊处理的 你就要用不同的参数来冲 对 但是美国的咖啡师他就比较喜欢 你告诉他这个东西怎么做 你告诉我这个流程 会按着这个流程做 对 但是你要是这些变化 它不会变 这些咖啡知识的积累的 对 他就很难根据这个来调整 所以很难充好 我还专门拍了个视频 到各个店里去找水平咖啡吗 没找到 蓝瓶子有 蓝瓶子有 像美国的咖啡店 我是唯独只见过蓝瓶子 他们是还是人在充手中 真的 真的 我去的时候 那个小姑娘正在充手中 我说我的天哪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在美国 是人在充手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我在美国待了这么几年 去咖啡店工作 我终于理解了 为什么那么多 全自动的机器都源自门 对美国来说 这是个刚需 一定要代替咖啡师 在美国 咖啡师不是一个终身职业 只是一个过渡性 全部都是大学生坚持 或者说 他还有点迷茫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先做一段时间咖啡师吧 每个咖啡师对我自己的梦想 然后跟咖啡都没啥关系 平时跟我一起工作的咖啡师 也要当那个森林护林员的 有想做接生活的 接生活 这个是个职业 在美国还蛮受欢迎的 因为他觉得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很有喜悦感 很有成就感 然后还有将来要当建筑师的 还有当护士的 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职业 咖啡师只是在大学期间 或者在一顿 jobs 他会发现一点 想去学学做咖啡 但又不想学得那么深 所以他们就能够按照流程 做出一杯咖啡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所以拉花也有点难学 楼下的咖啡师 就是在楼下工作的有几个 五个全职咖啡师在家来了 我们不仅培养他们做咖啡 还教英语 对 我英语就在这边学的呀 对呀 我记得很清楚 我那个时候来这边工作 其实是更想要去把自己的 这个英语的这个能力提升一下 对 我以前看菜单完全看不懂 你看你现在 可以流利的用英文去跟别人交流 那个时候来工作 先学这个菜单等部 对呀 现在的新咖啡师也是这样啊 我记得当时你还说 你挺喜欢送外卖的 那么你送外卖到别人家里 可以说一些超越电力动作内容的一些英文 可以锻炼自己的英语 对这个我要说一下 就是那时候还没有美 还饿了吗 对 外卖是我们自己送的 对 而且送到各个国家的人家里去 那我就在想你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打算 我真的很想在美国开店啊 对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不在那边去再做一家 湘村咖啡馆的美国分店 美国分店对对对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因为这个店原本不动的菜单都不用换了 它就OK的 首先因为我在生活在一个郊区嘛 一个美国城市的郊区 郊区生活你要知道商业中心是很少的 它一个一个的小商圈都是一个社区的小商圈 它这个商圈只要有一家咖啡馆就不能开第二家了 它是有规定的 它就是在第一家咖啡馆入住的时候 它签的合同就有这种排他性 所以你就不能再开第二家了 因为它有保护嘛 就是让这家保护这家店 像如果有了星巴克 有了Pix 有了人民咖啡店 你都不能再开第二家了 真的吗 对 不是吧 真的是 就是这种小商圈不是那种大商场或者商业街道 你下次到美国 到我们家那里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它一个小商圈里面所有的店都只有一种类型的 餐厅当然有好几种了 但是咖啡馆就已经 第一次听说 我们是小地方不是大城 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开店成本非常高 不就是人工成本这块 物质 所有的东西 就是你觉得瓷砖 人工物料 你觉得瓷砖有人工吗 瓷砖在造瓷砖的人收入都比中国高 所以从买任何东西都高 尤其疫情之后 美国都不嫁至少找了30% 你就算买一个辣妈咖啡机同样型号的 美国的价格比较中国贵30% 就是非常贵 然后还有就是装修非常慢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工人有时候就不来了 有任何事情就不来了 像我们家装修的时候 房子刷到一半 我们油漆工说对不起下礼拜 我要去夏威夷度假了 我就搬等了一个礼拜 你要拿到营业执照 之前走过的各种城市的许可 各种许可证办起来 非常慢 假设我们在上海租一个店铺 你签个五年的合同对吧 他会给你免住期 他会大概给你几个月的免住期 一到两个月 因为你差不多就装好了呀 在美国你签一个五年的合同 他免住期一般给你六个月 因为你六个月能开出来就很不错了 大部分经常性的话 一个咖啡馆开出来要七八个月 原来如此 现在就差一个决定 做干就完了 对呀 就差这个 但是真的 我觉得人到中年 上游老下游小 真的想的很多 因为我爸妈现在年纪比较大了 有时候我就在想 如果他们身体不太好 我要回来陪他们 那我可能几个月都等住在中国 我就很难去 要权衡这个 对真的要权衡 可以呀 就是这是网红杯啊 对呀 对呀 这个好像是在确实在北美是最先流行 这个在北美流行到爆炸 你走到哪里 人手一个 十五周年的做的一梯周边 这是一个T恤 上面 有个十五周年的一个logo 对 是十五周年的logo 还有一个咖啡树 对 这是你种的咖啡树 这是我仰慕的归下咖啡树的叶子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 Stanley的大水杯 对 网红杯 对 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吧 这个杯这为什么不懂 我还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首先 Stanley是一个很老的品牌 然后呢 他在美国本身就很受欢迎 但是因为去年有一个人 那个车起火了 他这个杯子放在车前面 这个车给自燃了 车烧废了 烧报废了 结果呢 那个Stanley杯子在前面烧焦了 但是一打开里面的冰还在 就是说他保温效果 保温效果特别好 然后这个人就发了一个社交媒体 他说我的Stanley杯在车里被烧焦了 但杯子没破里面的冰还没花 还是冰水 结果Stanley公司的老板看到之后 你以为他会送一个新Stanley杯给他对吧 No 他送了一辆车给他 那么大气 对 然后这个杯子一下就爆火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大概去年吧 去年 在美国的话这个很火 还有个原因是美国人是爱运动嘛 那运动员人手一个 因为这个杯量够大 然后他们就一直喝水一直喝水 我就想给大家一个很经典的 一家咖啡店能够开15年 真的非常难得 如果有在上海的朋友 可以找机会来做做喝杯咖啡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Bye Bye